今年的跨年可以说谁也忙不过周深 工作能力堪比生产队的驴 六台晚会四种语言 十四首歌让人直呼牛逼 在央视跨年晚会周深演唱《灯火里的中国》 暖心至于歌颂盛世中国 他唱出了国泰民安 唱出了人们一直都在向往的美好生活 周深在北京卫视与安达组合 解锁了盟语版乌兰巴托的夜 先不论改变了如何 舞台吟唱部分给人的震撼是无法言喻的 与粉丝大合唱的弱梦 宿命感超强 话说是真的可以永远相信周深的感染力 此外儿歌串烧音乐学堂的舞台也极为夸张 歌曲被整合得很强 充满了喜庆和跨年的味道 江苏卫视跨年晚会演唱的 《跨声孤岛的金》 歌声悠远空灵 抚慰人心 配合梦幻的舞台效果 绝对是让人沉醉其中 全开脉的璀璨冒险人 充满感动 在能听出感冒的情况下 他还是将那种拼搏精神展现的凌厉尽致 英文歌《Heart of Peace》的现场很糟 躺在人群中的这几句全开脉 真的是相当的惊艳与炸裂 在小破站的跨年晚会 周深演唱了《千灯之约》 和一听便有种掀开历史厚重感的 浮光 还有那首《洗牙剑》 《Unstoppable》 周深的开口真的是太燃了 短视频抖音举办的跨年晚会 虽显得廉价 但风的季节旋律一响 周深的嗓音依然会让人暂时忘却生活的烦恼 此外歌曲《见梦》 也在这个舞台迎来了首唱 当演唱一出 那种宿命感真的一下就有了 周深的最后一个跨年舞台出现在大湾区 一首《人间心河》 温暖温柔又壮阔美好 歌颂了人间大爱 同时乐器单黄管的加入 也让人感受到了荣贯中西的文化魅力 《人间心河》